各位评委、老师、国内国外的朋友们 以及所有通过小屏幕看我的人 大家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范士玉 今年26岁 我是清河大学的校友 专业是英语 汉语是我第二个关于 但现在汉语已变成了 我生活中不可介绍的一个部分 这一次来参加汉语演讲比赛 一定会是我至先美好的回忆 这是一个挑战自我 提高汉语水平 交流学习的好聚会 本市比赛的主题是 今年在建设和发展国家中的角色 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现实的一个话题 青年 是不是你们都听说过了很多次 那么你们认为青年是什么 什么年龄才叫青年呢 联合国将青年定义为 15到24岁至先的人 根据每个国家的亲戚和社会状况 国家和组织对青年的年龄有不同的规定 在越南根据2005年青年法第一条 青年是16到30岁的越南公民 在这个时代 青年在建设和发展国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1946年农历信念期间 胡志明在给青年人和儿童的一封信中写道 一年从春天开始 一生从青年开始 青年是社会的春天 1947年8月 胡志明在这青年的心中肯定 青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确实国家是富强弱弱 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青年 想要成为未来当之无愧的主人的年轻人 现在就必须锻炼自己的精神和力量 为未来做好准备 总之我们必须肯定 青年在建设和发展国家中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6岁开始成为青年 就是从高中开始 然后上大学 这个年龄里的工作 就是不断学习 发展自己 有理想 有抱负 大学毕业 然后上班 继续学习 有条件的话 你们多出国去发达国家学习 个人变成好 国家也会发展 对于这么大的话题来说 演讲时间太短了 演讲结束后 我想向大家转达一个信息是 青年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和你们这代国家的青年人 更要努力 祝你们都能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 祝越南越来越发展 谢谢大家收听